仇敵的國度正在日夜向神國發動猛烈的攻擊 我們有必要開啟淑靈的眼睛 警醒分辨淑靈領域的事 今期國度一分鐘 淑靈爭戰之識破仇敵黑暗政權 聖經《以弗所書》中說到 我們並不是與淑血氣的爭戰 而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這個幽暗世界的 和天空淑靈氣的惡魔去爭戰 要對付他們 我們要行使神所治癒的作戰權並 包括 我們是神的爭戰斧頭和打仗的兵器 神已經將天國的藥士賜給我們 而在基督身上運行的大能大力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主治的和有名的 耶穌已經賜給我們權力去踐踏蛇和蝶子 又踐踏仇敵 珍妮弗·萊克羅爾在他的新書中 教導我們如何勝過黑暗權勢的壓制 今日我們就要學習辨別四種邪靈的攻擊 並且用討告去抵擋 首先是敵基督的靈 聖經說他是不認耶穌的 或者不認耶穌是成了肉身 他對抗主的受高者 有策略地破壞你的恩高和身份 有折磨至高者的聖民 欺騙人的心思使他不信服神 他進佔社會主流價值觀和道德觀 以世俗的吸引指向耶穌以外的拯救 說服失喪的靈魂拒絕受高者耶穌 要討告突破 我們可以為自己或者為家族敵黨神而悔改 求神的補血遮蓋 斬轉一切和這個靈的連結 捆綁這個靈的運作 之後是耶穌別的靈 他是一個引誘的靈 使神的指紋拜假神做不道德的事 他引誘人犯罪 使人產生不屬神的雲結 在人的心裡建立內在誓言和思想刑履 受影響的人往往是扭曲事實的人 總認為自己是對的 會自我膨脹 叫人注意自己 而不是歸向基督 他們利用或者操控別人 要討告突破 要為容量耶穌別來認罪 宣告要對付他 求神醫治所有的破口 撕斷一切的雲結 奉耶穌的名 破除這個靈一切的慧計 之後還有力威亞探 或者稱為海獸的靈 他是水中的邪惡執政者 在沿海或者有水的地方特別明顯 他壓制人的心思 扭曲事實 使人的生命持續陷入混亂 並且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盟約 受影響的人愛說行話 造成分裂、挑起事端 多數是一個狂傲的人 要討告突破 我們就要為了相信這個靈的說話而認罪 求神釋放他的真理 斬斷一切的稀控 以及破除這個靈的壓制和攻擊 最後一個就是網蛇的靈 或者稱為巫術的靈 他使人對熟靈的事失去熱情 好像網蛇捆綁連密一樣擠壓 令到他失去生命氣息 並以很多攻擊使他分心、自憐 不再暫立爭戰 對神的心意妥協 受影響的通常是過分勞累的領袖 或者缺乏讚美和敬拜的生命 要討告突破 我們要跟隨聖靈的帶領 奉耶穌的名去敵黨這個靈 破除這個靈對屬靈生命的壓制 宣告踐踏蛇在我們的腳下 宣告要得釋放火熱去愛主 最後在爭戰中我們要謹記 當我們遵從聖靈的作戰計劃的時候 勝利就是屬於我們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關於代土 和屬靈爭戰的訊息 九月初 Jennifer在香港的 國度夢想家特會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快點報名吧 請大家奉獻支持 國度復興部跨平台媒體試工 邀請你來like 或者follow國度復興部的Facebook專頁 讓我們為了一神的國度 隨時隨地討告守望